美國拜登到底是不是會被撤換 是不是真的有換燈的倒數關鍵時刻 大家都仔細屏息以待 現在知情人士說 已經有四位他們資深的黨內的議員 與會要討論 要把他提 要把他取消 那怎麼來做解決 因為他現在已經被提名了 提名了你要用什麼程度 比如說我們換柱的時候 重新黨內的機制啟動嗎 那民眾黨裡面越來越大咖 包括夏威夷現任的州長葛林 說拜登可能這幾天就會決定了 而且這個繼任的人選 他可能會推薦賀錦麗 還有包括麻州的州長希利 他也告訴大家 拜登應該要仔細的評估 他是不是還是擊敗川普最大的希望 然後還有包括蘇姆林 他最特別 前佛州的這些州長 他告訴大家 其實四年前他是力挺拜登的 但是這一次他說 推出拜登的話 民主黨就會輸到脫褲子了 但是拜登現在堅持不退 他說只有一個人可以讓他退 這個人是誰 就是上帝 只有上帝可以勸對他 但是上帝不會降臨 他直接講上帝不存在好了 還有包括說他自己口誤 把自己講成賀錦麗 說他是首位非一的 這個女性的副總統 狀況越來越多 然後有一個爆炸性的爆料 說外媒曝光說這個帕金 帕金森市政的專家 一年八度進出了這個白宮 是不是拜登真的如美國現在盛傳的 他真的就有失智症 有退化的一個問題 他接受相關媒體專訪說 他排除接受第三方 認知測驗的一個結果 就是你要知道我們有沒有失智 但是我不讓你檢查 但是他現在出現了一個超級大粉絲 這個粉絲叫川普 川普希望拜登一定要選到底 因為這樣子他穩贏的 還有包括一個最新的變化出來 本來兩個人在辯論之後 這個民調一高一低很明顯 但是7月6號蓬勃告訴他 最新的民調 兩個人的這個支持度 一個45% 一個47% 咬得非常近 然後還有包括我們看到金主 還有包括這個捐款風向 雖然很多金主 對拜登起了很大的疑慮 但是拜登的陣營 現在募得了1.27億元 略勝川普 這可能也是一個選情的風向 請教委看 如果你有關心美國的 這次的總統大選 就發現說川普他在過去的這半年 長期的領先拜登 但並沒有領先很多 大概就是這樣子 2 3%而已 你不要以為說 他已經贏到19萬沒有 中間甚至在CNN的6月27號 他們辯論會之前 有一度拜登還超過了川普 所以為什麼他們兩個 會提前三個月去舉辦辯論 因為四年前是9月29才辯論 提前 原因有很多 包含了拜登的幕僚 也希望他能夠透過 CNN的這場辯論當中 能夠奠定他 因為他是現任者 小贏川普的基礎 沒想到他的辯論會非常失敗 所以後來他就落後了 觀眾朋友 因為6月27的辯論會之後 現在我們所看到 說民主黨裡面 有國會議員在私下討論 看到說他有跟這個 失智症的醫生的面談什麼 這些訊息 都是不斷的放出這個訊息以後 然後以期拜登自己是不是說 我不選了 但觀眾朋友 拜登如果不選 到底誰來能夠保證贏過川普 就問這句話 再問一次 拜登如果不選 民主黨誰能保證 哪一個人一定能夠贏過川普 沒有 既然沒有的話 其實民主黨真正提名拜登的時間 是8月9號 還沒 他是他的黨代表票 已經超過1600票 所以基本上他是 他是溫達會被提名 可是程序上還沒走到8月9號 但是因為出了這個事情之後 反而大家講說 7月21號他們的諮詢委員 在開最後一次諮詢會議的時候 以奠定8月9號開會之前那一天 7月21 大家這樣下下個禮拜天 就想要提前就是 反而不要越長夢多了 就提拜登了 所以拜登可能還在8月9號之前先提 拜登 我上次跟大家講 627 因為那一次的表現真的不好 而且立刻在辯論之後 他的支持度 民眾的支持度不是那一步 33%認為他辯論的不好 所以你要知道 你看那個民調你以為是33%支持度 不是 是33%認為他變得好 67%認為川普變得好 但是其中有超過一半人認為說 即使是這樣 我也不會改變我的支持度 所以川普跟拜登沒有差那麼多 第二個 現在目前拜登跟川普之間 他因為在那個辯論會之後 拜登那天表現真的非常差 所以他只要不要比那次還差的話 我就認為他民調會回來 結果7月5號的IBC那天專訪的時候 他就講 我不會退選的 我有信心 而且我那一天是重感冒 所以不要怪我的團隊都是我的錯 好 這其一 其二 他說有一個人 他主持人問他 你怎麼樣之後才會退選 上帝如果叫我退我就退了 但是我沒有聽到這個聲音 所以他就要繼續選 所以以下狀況來看的話 所以他退要發生神機 對 你看7月5號IBC的專訪之後 你看這個彭博的民調 就是第二天馬上做 第二天再做的話就是45 47 所以他現在跟川普的距離 真的沒有那麼遙遠 再加上沒有人可以替代他 然後他也堅持他不肯退 他又是現任總統 裝了實在的時候 他繼續選到底 而且民調還持續維持 這麼非常接近的距離的可能性 其實是比較高的 好 當然現在美國的媒體也開始 講了一些話 台灣人會開始關心 他說美國總統職位之爭 會變成獨裁者提供 利用全力真空的機會 來攻打台灣 所以美國選舉 台灣在倒楣 同一個時間我們看到 美國彭博新聞的專欄作家 告訴大家 無人機的設備 可能會幫助台灣 減低相關的衝突 死傷 是不是台灣人還要買更多的 無人機 無人器具這些設備 同一個時間我們也看到 今天才揭露出這個訊息 現在是7月多了 6月12號的時候 大陸有兩架雙尾歇無人機 編隊出現在台灣的東部 那是不是要勤收我們相關的資訊 同一個時間7月6號的時候 美國也有無人機 有一架無人機 出現在一樣 也是在台東的外海 那他的任務是什麼 他的意義是什麼 現在是環太的軍演 現在在進行當中 費茲捷羅號他是驅逐艦 他帶了很多台灣 還有包括亞洲的媒體 有登舰去看他的這一些 秀他的肌肉 看他有多厲害 當然他配備了戰斧飛彈 這個是他之前發射的這個畫面 戰斧飛彈的特色就是可以 射程多達1600公里 他有具備低空飛行 可以躲避雷達 精準打擊這些特色 比如說他肌肉特別威猛 請教董哥 其實你可以看到 所有這些講法 其實都跟到金偶商有關係 他們在跟台灣推銷無人機 這一次的二戶戰爭 讓全世界很多人看到 無人機太重要了 現在在戰場上很多人也在看 好像美國無人機很厲害 死神 可以怎麼樣怎麼樣 但是很多人忽略了一個 其實全世界無人機最強是 中國大陸 不管是商用或者軍事 只是中國大陸沒有戰爭的機會 他很多東西你沒有看到 看到只是美國提供的 烏克蘭那邊相關了 但是別忘了 美國最厲害的死神 曾經被俄國兩架 兩架把他逼到 掉到黑海裡面 那我們現在有編無人機的一轉 美國賣給我們也不是死神 叫海上衛士 就是比他差一點的 那這一架我們大概買40 大概40億左右 所以比別人貴 一般別人大概買30億 一架40億 所以你就知道那個天荒 而且給你的武器沒有那麼足 所以我們現在看到很多新聞 就會這些人講東講西 其實美國很多人 在跟我們推銷一些武器 無人機是其中一個很大的項目 前陣子美國那些金螺商 也到台灣 然後跟國王部做一些座談 雖然很隱密 但是消息還是露出去 有時候你在看這些新聞 有時候看了會覺得 台灣就是好像 不管美國嫌疾 也要把我們拉進去說 如果選舉出來 中國大陸會不會趁機打我們 或怎麼樣 反正都要把我們帶進去 那帶進去 我們政府是配合他的 你就有更多買武器的理由 然後美國 賣給你武器 賣得比別人貴 而且對外好像講得自己很大方 然後很支持台灣 這就是我們現在碰到的情況 那對台灣其實並不好 我舉個簡單例子 現在外島哪一個島沒有被無人機 那是民間 老百姓自己在玩的 就把你金螺搞得稀里花啦了 你也沒辦法打 他來發傳單 上面設了這傳單 我們以前是 中共是用宣傳報打我們金門 打的時候是空飄 現在是用飛機載上來 然後到處撒 你拿他沒辦法 是不是 他到馬祖 馬祖也不敢打 他那個只是民用了 那他民用了 他來逗逗你 醒你一下開心 你都拿他沒辦法 所以你可以看到台灣的處境 現在他是非常困難 最主要我們自己也沒有士氣 你看金門這兩天 抓到那個左思人 裡面有一個阿兵哥 金黃部阿兵哥 前面有一個阿兵哥 也是金黃部的去釣魚 結果現在還回不來 所以你就可以看到 我們最前線的戰士 他們在幹嘛 一個在搞走私 一個跑去釣魚 為什麼要釣魚 沒事做 不是 因為在金門 釣魚可以賣給大陸 賺很多錢 很好賺 一條金門大黃魚 可以賣好幾萬 你就可以想想 一條黃魚可以賣好幾萬 沒有錯 大陸有這個階層的人吃得起 所以現在金門流行 很多人去釣魚 結果沒想到阿兵哥 也跑去釣魚 釣了就表示你是海生的 所以今天我們最主要的部隊 是沒有士氣 我們部隊很多人 不知為何而戰 為誰而戰 今天你如果光買這些武器的話 加上台灣的勺子的話 根本沒有人能夠用 所以我們現在即使 政府編了那麼多錢 要A16要買多少進來 其實我們沒有那麼多的駕駛員 這是非常荒謬的 錢付了到底有沒有來 以及來了是不是有降規 也是一個很大的問題 現在有傳出來說 山東艦他進到西太平洋的時候 居然只有半天 所以有人要解讀說 他是不是向美軍示弱 怕出擊到美軍 還有包括還是說還是有詭計 到底是哪一種 這個等一下要請教董哥 到時候我們這裡看到 這裡天氣全世界各地 都有異常的這個狀況 看到中國大陸第二大的淡水湖 洞庭湖他沒有想到居然潰堤 潰堤已經兩到三天了 當局是告訴大家 最快最快希望明天中午 就可以把這個災情給先止住了 但是現在大家討論的是 在2022年9月的時候 湖南省的官方就已經花了 台幣380億元 要做重點提防 這一些相關的加強 但沒有想到 怎麼現在會發生 這麼大的一個天災人禍 但是相關的官員說不是 380億加強的地方 不是在這一次出事的一個地方 同一個時間也看到 山東降下了700個大明湖的雨量 各地都出現了 這一些很奇怪的天氣 董哥剛才來台內的路上 應該也是遮雲蔽日 整個是下暴雨的狀況 董哥怎麼看 對 現在全世界其實都這樣 中國大陸這個 他會比較被高度檢視 因為洞庭湖是一個很有名的 洞庭湖 大家知道雖然是第二大火 洞庭湖的故事很多 那他守在這地方叫做華龍線 大家知道光光要殺曹操 就是在華龍 對不對 所以你可以看到 這些地名聽起來都非常熟悉 然後他的市是夜陽市 大家知道夜陽樓 所以都是非常名勝的 就被爆了 那他這邊潰了 那個堤防有多少 226公尺 260算四分之一公里 那影響的公里有多少 平方公里的47 影響6000人 影響6000人 新聞怎麼會做那麼大 我告訴你 中國大陸其實他本來就會 有一些東西會被高度看的 中國大陸很多東西被高度看 就是說全世界很多人專門在 對中國大陸很多新聞 會把小的把它做成很大 但是我不是說這個小 因為中國大陸你前陣子看 幾乎非常多的地方 都有很大的災情 這是極端氣候 跟那些大災情比起來 這個相關的影響算小 它前面有個地方叫平江 那個大淹水那個才厲害 那現在他們這個地方 最怕的就是他們有一個地方 叫九峰水庫 這個水庫因為它有些地方 那個大壩的壩體有點 有點快沉不住了 有一些淚痕 所以他們在想說這個 你如果不趕快再大洩洪的話 可能會有影響 那洩洪的話你下游的人 已經在淹水你怎麼辦 它會有一些困擾 其實像這種 現在全世界很多國家都有 那我講 山東建這個它其實是 山東建並不是故意退的 就是說它有很多動作是 讓你覺得撲瘦黎迷 它到底在幹什麼 就好像我們前陣子在討論 台灣的遺民都可以拍到 他們的核潛艦 到底是怎麼回事 到底是意外還是故意 對 你完全猜不到 有人說這艦一定出了問題 要回去才要有人護衛 那所有的消息 其實都是增加撲瘦黎迷 那這個山東建 它可以肯定了 因為你現在在做環 環球的經驗 29國做這個經驗 這個經驗時間是很長 到8月1號 要到8月1號 6月底到8月1號你可以看 搞40天 當然中國大陸他一定有些動作 他會來虧視 他也會派一些東西來偵測你 就偵測你們這些各國的情況 所以這個是互相的 我覺得說當然 他們這個在較勁的時候 都有它個別的意義 但是你不一定分析得出來 好 我們更多話題 休息一下 馬上回來 大家好 我是謝大舟 拜託請大家拿出手機 打開YouTube 搜尋國民大會 按讚 訂閱 分享 開啟小鈴鐺 檢查一下 因為聽說有些人 按這個訂閱之後 之後還會跑掉 你檢查一下 看訂閱還在不在 如果你已經訂閱沒有關係 你周邊的親朋好友 幫我們拉拉票 請他們也訂閱 而且他幫我們多多分享 謝謝 謝謝 拜託 拜託